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相对比 她的容貌 不能说其貌不扬 只能说和美没有关系 其实在这个比赛中 还是有很多符合大家审美的天然美女 她们落落大方 身材娇好 花容月貌 毫不吝啬地在台上展现自己的美 但她们或许也没想到 自己最后输给了Maya Swin 如果细看这个比赛的12强 小乐认为有正常审美的人 都不可能会选中她作为冠军 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大家一定在想 同样是选美比赛 为什么传统意义上的美女 却在和长相奇特的美女竞技之中落了下风 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关于审美的参差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Maya Swin Swin的故事 她在泰国很有名气 她在INS上有超过20万粉丝 是泰国当地一个不小的网红 同时 她也是一位模特 之所以受到关注 是因为她奇特的长相和容貌 Maya Swin Swin患有先天性遗传及病家族性外配业发育不良 这导致她鼻子塌陷且大 嘴唇十分厚实 双眼分开 粉丝也给了她一个年余妹的称呼 起初 她曾因为自己的外貌问题很自卑 但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 她开始渐渐变得自信开朗 并进军模特界 她自学化妆和穿搭 拒绝一切形式的人工整容 坚持做真实的自己 并始终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女孩 这种克服自卑的自信和励志 让她收获了自己第一批粉丝 而她的大火迅速被欧美一些美妆品牌察觉 并因此走上了美妆代言和模特走秀的职业道路 而泰国美妙小姐大赛Miss Fabulous Thailand 提倡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美 评委认为她在选美比赛中 展现了自己的自信和才华 十分有气质 也打破了人们对选美的刻板印象 所以她才能最后以高分胜出 并作为泰国美的代表 不过对小乐来说 这件事依旧难以理解 首先 作为一场选美比赛 美应该是权重最大的评价标准 毕竟是选美 而不是选励志或自信 因为精神上的励志而作为选美的冠军 那对其他参加比赛的女孩们 是不是不公平 其次 即便是考虑励志等因素 那至少女孩的容貌至少能看得下去 而年愚昧展现出来的美 则完全背离了选美的初衷 选美于她 于评委来说成了一种怜悯弱者的游戏 但不要忘了 选美也是竞争的舞台 让一个完全的弱者胜出 那竞争的意义在哪里 最后 年愚昧可是要代表国家去出战国际比赛的 让她代表国家形象 真的合适吗 小乐当然不否认她的乐观和勇敢 甚至欣赏她乐于展现自己自信和身材的勇气 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所有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 只不过 这个舞台不应该是选美比赛吗 这和那些唱功不行 但最后靠卖惨赢得歌唱比赛的歌手 有什么不同 当然 辣眼睛的选美 不止泰国一家 这种神丑一般的选美 在西方国家更甚 下面这位女性 名叫布莱恩软 她是一个19岁 越南裔的跨性别者 就这样一位连性别都很难界定的人 在美国小姐选美大赛大德里居的比赛中 夺得了冠军 作为一个审美正常的人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布莱恩都不是一个可以成为选美冠军 甚至可以参加选美的人 但魔幻的事情 就是在大美丽间发生了 更可笑的是 布莱恩还没有完成生理上的转变 也就是说 他还有男性的性征 是个彻头彻尾的男人 19岁的他 还是一个大义学生 拥有超肥胖 且有黑男儿身的他 成了该去美国选美小姐中最美的女人 其实起初 组委会是拒绝布莱恩参与 选美小姐比赛的 因为组委会明确要求 参与者需要生理心理结尾女性 但布莱恩不同意 他不仅不同意 还将这件事告到了美国相关部门 宣称自己遭到了性别歧视 一个男人 竟然控诉 女性选美比赛 其实他是个男人 就是这么离谱的理由 竟然被承认 布莱恩确实被歧视啊 因此布莱恩还收到了美国国内 诸多跨性别者和其他群体的声援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选美大赛组委会也没办法 只能收下这个大马女性来参加比赛 就这样 皮肤有黑 小眼镜 肥鼻梁 身体超重 甚至不是女性的布莱恩 一路过关斩将 拿到了选美冠军 在布莱恩参加所谓选美大赛的那一刻 这场选美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他注定会是胜利者 跟他一起参赛的女孩注定会是炮灰 为什么 很好理解 近些年 西方国家为了某种正确 已经到了魔性的地步 各种权力主义者 手握本应该争取到的合法权力 并将它们变成了排除异己 满足私欲的工具 就拿布莱恩来说 谁要说他是男人 你是不是歧视跨性别者 谁说他胖 你是不是歧视肥胖人群 谁说他黑 你是不是歧视黑人 谁说他越南异 眼镜小 你是不是歧视亚异 四把权力的大棒 可以时时刻刻攻击到 质疑布莱恩人群的脑门上 所以面对这场选美比赛 人人都不瞎 但人人都不敢说话 因此面对布莱恩 美国人民只能苦笑着拍拍手感叹 他真的很美 可这时候 还有人记得 选美的初衷是什么吗 不就是一个字美吗 其他的不说 我们看看同年俄罗斯的选美冠军 22岁的安娜·林尼科瓦 这种美 才符合小乐对审美的认知 这种美 才是一个大多数人拥有的审美吧 在俄罗斯小姐和美国小姐的对比下 不少美国人也迷失了 他们失去了对审美的信仰 失去了对美丽追求的勇气 最后只能在设美感叹 我们完全迷失了 我们不可忽略的是 近几年美国正在引领 并主导一场席卷全球的审美降级 远的不说 我们看看电影 迪士尼的小美人鱼 主角是一位黑人 小时候我们人人听过的白雪公主 主角是一名肤色偏黑的拉丁裔演员 现如今 任何好莱坞电影中 都会极其黑人 亚裔和白人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他们将在这场 关于正确的运动中迷失 而西方国家丢掉的不只是审美 还有人性 JK罗林就被贴上过 骑士跨性别者的标签 参演《哈利波特传》的盆满不满的演员 群起攻击他 攻击这个创造自己的母亲 之后马尔弗的扮演者 汤姆费尔顿和弗蒂摩的扮演者 拉尔弗费因斯 站出来替他说话 还被骂惨 所以 当所谓正确的大棒砸下 没有人是胜利者 讽刺的是 布莱恩夺冠后 还发文庆祝 我成为了美国史上近百年以来 第一位以跨性别身份参加 并获得冠军的美国美人 小乐还是很怀念 在那个还没有各种束缚的年代 选美这个活动的目的还很单纯 那就是选出符合大众审美的漂亮女性 交好的面容和优越的身材 极大展现出女性的美感和魅力 而选美比赛也是女生们 在舞台上一场美貌和组合实力的竞争和较量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正确小姐开始染指选美 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美的风向标 改变着美的定义 改变着大众对美的一贯认知 对我们来说 自然分得亲什么是美 分得亲男人和女人 在国外集体选出励志小姐 正确小姐的时候 我们也要警惕 不要被这种风潮浸染 美很单纯 就是美 美也很简单 就是美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